泡沫疫情居高不下 每日确诊者众多 而在居家照护期间会产生许多垃圾 该如何处理才不会进一步衍生感染疑虑 施工所清酒队表示 第一步骤就是先将垃圾密封 隔离之后再处理 第二步骤是喷洒酒精消毒 第三步骤是将垃圾静置72小时之后才能够丢弃 做好三步骤减少病菌滋生危机 确诊者的医物 毛巾 浴巾也应该与家中其他同住者分开清洗 居家隔离当中如何倒垃圾 是许多隔离者的烦恼 马公事工所清洁队呼吁民众 确诊者使用后的垃圾 丢弃的时候可以当一般垃圾丢弃 但需要做好三个步骤 他就是提到说 我们万一如果确诊过后的话 那怎么办 垃圾怎么丢 我在这里 把我们的乡亲这个破口 不要紧 你不用烦恼 你如果确诊了 垃圾丢弃 垃圾丢弃 把它包起 包起垃圾丢弃 你把它消毒一下 如果你说整拼不过的时候 通知 你的亲情 或是朋友来帮他们做垃圾丢 那不然你把它放下 放下垃圾丢弃 如果你解除垃圾丢 都把垃圾丢弃 都把垃圾丢弃 如果呢 如果是不放心 不要来消毒的那种 你才跟我们施工所清洁队 这边来联络 我们会派人去帮你做消毒的动作 这个防疫的抗计 我们大家合作 团结 共同努力 垃圾丢弃 此外 卫生局也表示 医务清洗也是有美感的 确诊者的医务 毛巾 浴巾 应该与家中其他同住者分开清洗 至于吃饭食用的餐具 清洗的时候务必戴手套 洗完之后 手部需要再次用肥皂清洗干净 避免病毒感染 记者 陈荣誉报导